各位夥伴大家好 其實我發現 我們今天來參與的是 行政居多 那其實我本來是想說 看看能不能夠有多一點的 老師來參與 因為可能我一路走來的 一些跟學生互動的經驗 我其實是想要跟他們分享的 那我的主題就是定 水月的輔導時間 那其實我在想 我這一路走來可能 在教學專業的部分 我想每個老師其實都有各自的專業 那我其實在想說 在輔導學生的部分 我其實也一直在想 就是為什麼 或者是我怎麼樣去跟孩子 就會我們的學生對話 那我 就先看到這一張投影片 然後我的字寫的是 像是接下了一份重量 但卻不知道它到底會有多重 那我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是因為今年的周董跟 晚寧都退休了 所以我的前面沒有人了 所以他們這個重量拋出來 我覺得好像之前是 在治安領域來講 好像他們其實是很free的 就是大概我們要做什麼 他們也都是很配合 可是接下來我覺得 我好像 我不知道我前面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要貌 那所以我其實 就像這一張照片裡面一樣 我其實也在看前方 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會在量 這一份重量到底有多重 那 當然可能 我會一直把自己往後退 來看一下 就是 我到底要往前走多少 OK 所以我現在在做的 其實是 我在往後退 那再來就是 就會讓我想到一首歌 有時候 我很害怕一件事情 就是 可能會像上面寫的 贏了所有 但是卻 失去我最初的夢 所以當老師最初的初衷 就是 希望能夠讓學生有點改變 那很可能我 我害怕就是在 忙碌於很多其他事情的時候 我最初的那個夢 會失去了 所以我想到 有一位歌手唱的這首歌 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好 一切編分 不在心上 12月 有一些編分 不在心上 快 什麼 寂寞也那麼淡 FS 世界如沉默 梦的你和我都失去了 爱 连你所有的输决最久的梦 最爱的人最怕生活 一切无论所怀 不靠近你 正在今晚 但说彼此心中无论 不能靠近我 不靠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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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 可能我们伙伴跟伙伴之间 老师跟学生之间 学生跟学生之间 那接下来我就接着讲 就是 我会想到 我暑假跟我们 全家人一起看 怪物的孩子这部 日本的卡通 那它里面其实诠释很多事情 就是 呃 它里面写 我们会被自己 心里面很多的黑暗 然后 然后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影子 那我觉得老师在后面 跟着一个这样子的影子 可能我们会觉得自己 好像有点了不起 我觉得教的不错啦 或者是我觉得 处理事情很沮丧啊 或是 现在学生很难教 度一天 算一天 或甚至我开始怀疑自己 能不能够再继续 带班带的那么好 能不能够等等 或者是我们 可能很害怕 踏出改变的那一步 那所以这些很讨厌 但是这些会慢慢累积 累积到后来 如果你有看这部卡通的话 你会发现它最后就变成一只大金鱼 那也因此我想到这部影片里面 当我们还没有做足 还没有有足够的能力去改变的时候 就像影片中 这一个怪物的孩子 他拿着一把刀 要对抗迎面而来的大金鱼 实际上他是没有能力的 他是没有办法去对抗他的 那所以也因此 我们需要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他教他 刚初教他 算是五功夫的那一个怪物 最后他选择 变成他一把剑 他选择转身成另外一把剑 这把剑最后就跑到这个孩子 心里面 黑暗的那个洞里面 他就变成那一个 这个孩子的力量 那也因此 我觉得我们其实可能都需要 互相需要伙伴去填补 可能我们自己存在心里面 在教学现场我们自己心里面 那个黑洞 那我们才会有 非法心中之剑 再去很及时的去面对 教学现场的很多情况 我们才能够很精准的去知道说 我们现在要处理什么 然后我们 有些要等待 有些要及时处理 那也因此 我要跟各位老师们分享 就是第一位孩子的改变 那就是我跟他 就是从 学习默到现在的对话 那 老实说当初 接到他脸书传给我的这个讯息 我有点讶异 就是为什么他 我其实跟他不熟 但是 就是他突然传这个讯息给我 说他其实也想要跟许丽丽一样 跟他们一样改变 那 他说他会慢慢追上他们 然后一起努力 我 我其实有点讶异 这就成了梦画 那 他 其实 他会这样传 因为梦画 在我眼中 他是一个志士蛮高的女孩子 他也不太容易改变 那他会传这个戏曲 我觉得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希望 然后再来这个 又隔了一段时间 当然 后续我们有更多的对话 我就没有把它列出来 那后来他这一段对话是 他想要来学怎么样 排他读书的计划 那我位置蛮压 因为他自己就跟我约时间 然后再来就是 呃 再来参加的人员科技比赛 他们那一组到最后才要去改 他们的计划书 那很累 可是很充实 他们也学到了教训跟团结 那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其实不是 呃 这个是我跟陶俊老师讲的 就是他在问说 如果很多人不参加周六班 开学之后 那他之后要参加周六班 他寻摩的意见 那所以他其实也会想要去观看 老师们的意见 然后再来就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 在人员科技就他们这一组没有进决赛 他是第一个传这个讯息给我 说老师抱歉 呃 没有 让你失望 没能进决赛 这对我认知中的他好像有点 我会觉得 他心里面存在一个很想要改变的力量 那这个力量就是要赶快的把他拉出来 这样他就 我们就不太需要去操心了 那最后就是 呃 这个部分就是他 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做到多少 但是他希望开学之后 他能够把一些聊天的软体 还要把手机慢慢的减少使用 那问我 我不OK 当然是OK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我看到一个孩子的改变 那第二个孩子的改变就是孟子 当然他 他那一篇 他那一篇心得其实让我很讶异 就是 怎么有可能写那么多的心得 然后他出去之后才发现 其实在我们这里这个区域 好像很强 其实也没有那么强 所以带着他出去 这个是他们晚上跟其他学校的 学生在讨论 讨论他们隔天要报告的简报 那有些其实刚从那个夜市 东港夜市买东西回来 那一边吃一边讨论 然后这是他们隔天 就是各个国中他们这一组的简报 然后再来就是 我看到的是他在IG上面分享的 就是 他里面有成功国中的 有壮为国中的 这个就是宜蘭 然后还有他自己 成功国中的想要考上新竹 新竹成功国中 想要考上竹女 新竹女中 壮为国中的他想要考马杰护专 他自己想要考男和女中 他们的对话就是熬夜都要读完啊 然后或者是 那个谁 成功国中的那个女生 正在背梦子 国中正在背梦子 所以其实他会有一些刺激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好事 这个是我们去屏东那间 国中的校长室 那我比较早醒来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活动 JSP的主办人 主办老师 治政国中的老师 他是睡在沙发上 但我是睡在 我是坐在另外一个沙发上 睡了两个晚上 那我觉得这主办人 这个没有很舒适 可是却很值得 然后却是一年一年的这样子办 那我一直在想这些 这些老师们就是 是怎么样的力量 让他们一直持续的在办 然后这是所有参与的老师 跟学生们 就是合影 那我在想 这是简报 就是我最近看到了一句话 就是 哇 没有 他是这样子 他第一句话是 你不需要很厉害 才能开始 但是你需要开始 才能很厉害 我再讲一次 就是因为我自用白色的 可能不是很清楚 就是你不需要很厉害 才能开始 但是你需要开始 你才能够很厉害 那我觉得 可能 我其实在邀请学校里面 其他的老师可能 我觉得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很多老师都其实 还蛮害怕去 开始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 还没有很厉害 可是我觉得 你要开始 你才会很厉害啊 那所以我其实在 一年一年我想要去突破 这一个 让他们可以开始 然后渐渐的 让自己 其实也没有很厉害 就是你会慢慢的 越来越厉害 那所以呢 呃 我觉得像 可能我们在 跑步 或是其他之后 等等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可能我们 最重要的是 那个开始 所以 那 这是最后一张简报 我希望各位老师在 消学现场 都能够 开始用上你们 各自的 洪荒之力 然后 就努力吧 对以上是我的 分享 谢谢